第666章 命运的指引 看着被剑机扼住喉咙的伊古拉 迪亚蒙拉 因为她前面十几年都是高塔里的公主 所以她认识的人不多 而能跟她建立关系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伊古拉就是这少之又少的之一 当然 在迪亚当了女皇之后 一切都改变了 她可以自由到达福音国度任何一个地方 每个地方都有无数人斟酌想当她的朋友 毕竟她可是近700年来 第一位有感情倾向的福音女皇 她的喜恶足以改变国度的命运 她的意愿足以改变无数人的人生 她昨晚做了一个梦 明早就能将它实现 有些人接近迪亚是为了自保 譬如曾经追杀过迪亚的莫丘利等家族 而有些人接近女皇是为了更进一步 譬如曾经接纳过迪亚的森海瑟尔和贝尔戴特家族 琴娜不止一次提出 派森海瑟尔的族人进攻侍奉女皇 依法林更绝 她自己就愿意当女皇陛下的女仆 为女皇献出心脏 哪怕迪亚没有任何表态 但大家都自觉揣测胜意 旁敲侧击挖掘新皇的爽点 这就是权力的力量 迪亚可以当一位随心所欲的女皇 并且所有人都准备好 迎接一位任性昏庸的新皇 但伊苏王朝七百年的家底 迪亚又能糟蹋挥霍多少 伊苏皇室兢兢业业为福音付出七百年 迪亚就算有一些小小的任性 又算得了什么 更重要是 没有人能违抗拥有福音神灵的迪亚 然而 迪亚非但没有为了补偿童年 而变得任性妄为 相反 她自觉将自己求于皇宫 拒绝了外界一切好意 谄媚 至于施政不略等具体实物 她都交给最为理智的白皇后来处理 平时绝不在外人面前 表露自己的私心 迪亚曾经看过一个主角 是皇帝的童话绘本 故事剧情 她已经忘记了 但却记得里面一句独白 朕乃孤家寡人 皇者必须孤独无情 因为不孤独 就会逊私 因为友情 就会偏爱 她过去没接受过正规教育 却非常自然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 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或许是因为祖传血脉 或许是因为亚修影响 又或许 她也想当一位好女皇 总之 在没有被福音神灵洗脑的情况下 迪亚却像历代一苏女皇一样 身居简出 当一位禁欲系美少女 拥有权力 却不任性妄为 这本身就极为困难 更何况她过去 还被囚禁压抑十几年 就连迪亚 都不敢肯定自己能否坚持下去 但作为代价 就是 她的人际关系彻底定型 离开高塔之前 她是无人接近的公主 遇及福音之后 她是孤家寡人的女皇 唯有 在藏仪事务所那段时光 她才拥有正常的人际交往 安南多兰 班级多兰 亚修 西斯 伊古拉伯金 阿奇博尔德哈维 她重视他们 于是乎 她选择安南成为她的代言人 建立政务班底 推进改革 亚修更不必说 她已经为他留了一个 祸国殃民的位置 唯独对于伊古拉 迪亚的心情很复杂 她很清楚 伊古拉不喜欢丽丝 从一开始 到最后 离开 欺诈师 都没有掩饰自己的厌恶 但是 她会为丽丝扎辫子 会帮丽丝买衣服 也保护过丽丝 一想到亚修大概率 会跟伊古拉一起回复音 迪亚 就感觉很麻烦 哪怕她是女皇陛下 但如果 她真的想将亚修关 小黑屋不让她去烦心 那么 她首要越过的障碍 不是剑技 而是欺诈师和死灵术师 为丽丝想见伯金阿姨 因为亚修不能失去欺诈师 等等 先别杀 迪亚惊讶地看向威瑟 她喊停根本没进脑子 喊了 才发现自己 没有合适的理由救下 伊古拉 为了维持守秘全能 她不能暴露自己 势力思迪亚 自然也没法让剑技知道 欺诈师对亚修的重要性 而且伊古拉太敏锐了 她如果突兀 表现出对她的照顾 说不定伊古拉真能猜出来 万一到时候 守秘全能破了 迪亚哭都没眼泪 但威瑟既然也喊停了 想必她肯定有充分的理由 我只需要附和她 顺势救下一股拉就行 然而威瑟此时 看似脸色平静 但脑内早已千回百转 她必须要救下心灵术师 跟交情无关 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情可言 纯粹是亚修县师里的团队 不能没有心灵术师 要是换成死灵术师 威瑟 或许还会考虑一下 毕竟那家伙的存在价值不高 但心灵术师不一样 要是没有她 亚修县师的团队 瞬间就崩了 再加上四驻神教和情日联盟 很快就会增大战争烈度 若没有心灵术师带队 亚修他们 大概率会陷入战争漩涡 只是 威瑟同样没理由救下她 她唯一能给出的理由 就是 她跟观者认识 但她是谁 你为什么知道他们俩认识 只要稍微深究 剑机魔女都会意识到 她县实里认识亚修 然后迎登这个身份 也瞒不了多久 所以 我不能救她 而是要 梦寐以求 只是要磨灭她的灵魂 为什么不让她将树灵 全都交出来呢 威瑟说道 不然她的树灵 也会被梦寐以求磨灭 未免太浪费了 索尼亚一证 杀人之前 还要包光猪吗 呀 包光猪是我的家乡话 意思跟敲骨吸水差不多 但她不可能愿意 将树灵交出来吧 她一个念头 就能让自己的树灵 自灭 圣域术师都是聪明人 除非签订契约 保证她生命安全 否则她才不会轻易 交出自己的必生积累 剑机顿了顿 说道 而且 杀人取灵是一回事 杀人抢劫又是另一回事 前者是为了生存 后者却是为了私欲 虽然我们不拿走她的树灵 也会浪费 但像这样的事 我 索尼亚脸上非常纠结 至少要杀几个人垫刀 才能完成思想上的转变 威瑟嘴角抽动 她忽然意识到 剑机 恐怕是那种 很容易堕落的自私性格 内心的道德底线 也非常灵活 属于那种 你不用推 她自己就会滑向深渊的类型 也不知道亚修到底做了什么 不仅 挽留住剑机的纯真 而且 还将她变成一个 能温暖别人的人 但我们不是想改进梦寐以求 让她变得不至死吗 威瑟说道 说不定她在幽魂传承 拿到一些 独特树林 可以有效改进这个奇迹 索尼亚迟一片刻 还是摇摇头 你们刚才说的对 我们已经没办法 只能杀了 就不要再抱有这种侥幸 但我也没想到 第一个要杀的人是 心灵术师薄金阿姨啊 威瑟和迪雅 深深感受到 命运无形的恶意 就在他们绞尽脑汁 寻找理由的时候 伊古拉终于喘过气 问道 你们想改进一个奇迹 什么术法派系的 梦想派系 由心灵派系 与灵魂派系发展来的 二级术法 迪雅迅速达到 但很快 换成恶狠狠的语气 效果是 通过控制梦境 伊古拉说道 我刚拿到一道幽魂正传 是三十四关 魂迁梦营的奇迹术师 其中就包含几个梦想树林 我可以拿出来 而且我心灵派系和灵魂派系 都达到圣域层次 应该有能力改进奇迹 三人面面相去 索尼亚松开他 这我没说道 哪有这妖巧的事 你该不会是欺诈师吧 确实没那么巧 伊古拉靠着墙站起来 轻声说道 或许还有一点命运的执意 今天早上 伊古拉一如既往的 在泡完澡后 使用奇述树林 其实奇述树林 对现在的他作用很小 毕竟奇述树林 只有一亿 而他是三艺术师 他身上所承载的命运 已经超越奇述树林的 观测极限 这些日子 奇述树林所给出的提示 也越来越没用 属于你做了 可能有一点点好处 你不做 也不会有事的程度 然而今天的提示 非常奇怪 让他去安抚亚修 本来伊古拉是 不打算理会的 然而晚饭时 亚修状态低落 于是他晚上 去找亚修聊聊 结果发现 他们在枕头大战 本来伊古拉 也没这么无聊的 然而黑鸭承诺 自己不动用任何武技 实在是没人 能抵挡这种诱惑 于是乎所有人 一起围殴黑鸭 但还是黑鸭 打得丢盔弃甲 过后 伊古拉问亚修 没事了吧 亚修说自己 被黑鸭打的脑壳 疼需要一点心灵按摩奇迹 换做其他时候 欺诈师也懒得理他 但看在启示的份上 给他按了一下头 等伊古拉进入虚境 便发现自己的巨大变化 他最近才将灵魂 修炼到50人魂 而今晚突然暴涨到 500人魂 翻了10倍 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一路闯到第80关 得到幽魂正传 魂牵梦营 他本以为 这就是启示的指引 没想到 指引还没结束 看着伊古拉 拿出几个梦想树林 索尼亚将迪亚和威瑟 拉到一旁商量片刻 然后跟他认真说道 那你愿意帮我们 改进奇迹术事吗 时间非常急迫 而且如果发现 你有什么小动作 我们为了安全起见 会立刻处决你 但如果你改进成功 我们就放过你 对于一位不认识的术师 这个条件 已经是威瑟和迪亚 经历磋伤后的极限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小心眼的欺诈师 也能接受这个条件吗 伊古拉缓缓抬起头 看了一眼眼前的 红发女术师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早在时间大陆的 斗技场 他和哈维 就被他们杀过一次 只是时间过去有点久 再加上中间 发生那么多事 伊古拉都忘了这件事 以至于 当亚修被万花镜影响 变成这副 与他本体一点相似之处 都没有的红发女术师 外观时 欺诈师居然没联想起来 而且 他看向 剑技后面的两名女术师 心想另外一个 加入三角恋的人是谁 还是说亚修隐瞒了 其实不只是三角恋 而是四角恋 这应该就是 亚修隐藏的秘密之一 然而他自己却不在这里 而且他们话语里 隐约透露出 他们杀人 是为了生存 伊古拉脑海里千四百转 脸上却不显 他看向眼前 这位最近每晚 都能看见的红发女术师 点头说道 我接受你们的条件 第667章 造神开始 下一关 就是第85关 大概率会出现 第二道幽魂正传 莫丘利检查自己的灵魂状态 心情越来越急躁 幽魂传承的出现 对他来说 简直是莫大的机遇 莫丘利家族 为了传承暗数派系 将隐邪龙血脉 融入家族血脉之中 通过千百年的筛选 才形成稳定的血脉传承 但饶是如此 平时繁衍族人 还是需要通过福音书 询问最佳时日 才有可能生出正常的孩子 不然机型率高达80% 作为回报 莫丘利族人 除了天生拥有暗数清和 灵魂成长率 也远超凡人 普通莫丘利 就是三人魂 白银十人魂 黄金二十五人魂 圣玉五十人魂 正因为灵魂基础如此稳固 莫丘利的暗数才施不可挡 就像体术系 需要强健的体魄作为基础 暗数也需要灵魂作为施法媒介 其实莫丘利家族里 也有一道灵魂派系传承 只是残缺不全 用来修炼灵魂倒罢了 用于攻防却是力有未带 所以一直名声不鲜 另外 莫丘利族人 虽然灵魂成长率高 但他们不是精灵 不是精灵 就极难入门灵魂派系 不过根据莫丘利的调查 精灵虽然更容易入门灵魂派系 但精灵的灵魂 却更加敏感脆弱 因此修炼灵魂 必须小心翼翼 或许正因为灵魂存在缺陷 所以精灵才能敏锐感知灵魂 但在幽魂传承 莫丘利的强大灵魂 简直跟作弊一样 不仅使用灵魂树林有增幅 许多关卡都能硬生生撑过去 而从幽魂传承得到的奖励 也补足 莫丘利在灵魂派系的不足 让他近乎一日千里的进步 所以看见幽魂传承遭受攻击 莫丘利几乎是最急的那一批人 他很肯定自己是幽魂传承的第一梯队 甚至可能是最有概率 夺取幽魂总传的种子选手 要是幽魂传承被拆了 在神主也下场的混战之中 他几乎不可能夺走那份属于自己的传承 现在的进度稍微有点勉强 但恐怕只有两三天时间了 莫丘利心里发狠 今天至少要推进到90关 明天才有可能抢先所有人 夺得幽魂总传 我拿到的幽魂正传 虽然不错 但却没有最关键的概念 说不定概念在总传里 要是能得到总传 半神也是指日可待 到时候 区区福音国度 还有那个乳秀未干的女皇 莫丘利思虑间 黑雾淹没了大厅 面对从未见过的变化 他虽然有些诧异 但还是先用灵魂奇迹 保护自己 身上浮现宛如流水的沙衣 这真是他得到的幽魂外传奇迹海魂衣 有这招奇迹防护 莫丘利瞬间脸色巨变 在他眼前 是二十多具躺满一地的尸体 以及四个身穿黑袍的神秘人 死 不等他有任何动作 缭乱的丝线便牢牢锁死了他 下一秒 一柄剑横在他脖子上 你可以先试试幽魂蜜月 有没有用 黑衣人说道 认清自己的处境了吗 发现自己无法脱离幽魂传承 莫丘利迅速冷静下来 你们想要什么 展示你在幽魂传承拿到的 所有外传正传 奖励 黑衣人说道 我们会挑走一个树灵 然后 你们会放过我 不止 我们还会夺走你大部分灵魂 用来修复幽魂传承 黑衣人踢了一脚地上的尸体 说道 然后你就变得跟他们一样 需要花几个小时才 连接得上现实躯体 但至少你能活下来 修复传承 莫丘利 脸色阴晴不定 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修复幽魂传承 这不是很简单吗 他们觉得 争不过 就想先桌子 打烂幽魂传承 这样才有可能 抢得到核心奖励 但既然有争不过的 自然也有争得过 黑衣人说道 总传的 考验已经开始 为了保证考验顺利进行 这段时间 幽魂传承不能崩 莫丘利难难道 幽魂传承 已经结束了 还差一点 不过 我们已经控制 幽魂传承的部分 权限 黑衣人耸耸肩 所以你合不合作 不合作 就夺走你的全部灵魂 莫丘利苦笑道 我怎么相信你 就凭地上这几十句 你们随时可以 才死的愚魂吗 就凭 我们不知道 你是哪个国度的 黑衣人说道 莫丘利一正 玄机明白 他们的潜台词 叹息道 你们后面是哪位神主 你先说 你来自哪个国度 黑衣人反问道 语气里带着潮梦 说不定我们会放过你 莫丘利当然不敢说 是啊 他都看见神主 派人攻击幽魂传承 就该知道 幽魂传承 早就被内定了 像他这种普通圣誉 怎么可能染指幽魂总传 他闯到85关 就沾沾自喜 却不知道神主选手 已经在继承总传了 为了保证几方选手 能顺利继承 幽魂先知的遗产 神主甚至派人 接管幽魂传承 抽出试炼者的魂魄 修复传承 仔细想想 也只有神主 才有可能控制 半神留下的传承 因此 这伙人不杀人 也是可信的 因为每个国度 都有不少圣域 说不定就杀到自家圣域了 如果莫丘利坦白 自己来自福音国度 但这伙人背后 不是全知之主 那他肯定死定了 于是莫丘利 凯叹一声 展示自己在幽魂 传承拿到的奖励 可以一人看了一眼 这我没问到 正传呢 我们知道 你拿了多少外传正传 你现在手上 至少有一个正传的 莫丘利 我拿到的正传 并不是树灵 或者奇迹 只有一段情报 什么情报 能值得一个正传 关于禁止神灵的 造神异鬼 随着啪的一声 莫丘利往后倒下 身体几乎变得透明 一个懵懂的四翼树灵 从他体内飞出来 颇为困惑的四处张望 但旋即被索尼亚抓住 这个奇迹 已经非常稳定 伊古拉掀开黑衣都冒 沉吟道 既没有施法失败 也没有盗取错误 树灵 暂时不需要增山修改 这些黑衣人 自然就是索尼亚 迪亚 威瑟 和伊古拉 因为要伊古拉改进树式 自然无法隐瞒 梦寐以求的效果 在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后 伊古拉一边改进树式 一边提出三个建议 首先 所有人要穿上黑衣伪装 不说别的 万一遇到有过一面之缘的陌生圣裕 那杀还是不杀 其次 他们要伪装成神主的手下 他们这么做 是为了修复幽魂传承 他们的同伴 已经在继承幽魂总传 最后 他们要从受害者身上 抢走幽魂传承的部分奖励 幽魂传承的奖励 对他们来说 算是意外之喜 并不会损害他们的原有树林体系 因此损失幽魂奖励 是他们的舒适受损区 舒适受损区 迪雅有些疑惑 伊古拉 人们并不真的厌恶损失 有时候 还需要靠损失来获取安全感 譬如 恋人会愿意迎合对方的性费 容忍对方的无理取闹 浪费时间来满足对方的无意义需求 这些都是在损害自己的利益 来获取关系上的安全感 又譬如 人在被打劫的时候 劫匪却只要了一点钱 那么受害者反而会感激对方 这是因为 跟预料中的巨大损失产生反差 并且损失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以至于明明丢了钱 却还觉得自己运气好 甚至会放弃追究 只要你踩住舒适受损区 人就会对你予取予求 除了迪雅万 索尼亚和威瑟都听得若有所思 其实他们在生活实践里 早已摸索出相似的理论 但一直不成体系 现在听到伊古拉这种 先进的欺诈师秘籍 自然是豁然开朗 大有必义 至于骗世恋者 树林这种事 别说伊古拉 索尼亚三人 也是全员通过 杀人 他们可能还要考虑一下 但骗树林这种事 就完全不需要有心理负担了 术师在虚境 本就是竞争关系 你被骗 应该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更何况 他们还为了保住这些人的命 绞尽脑汁 收你 一个树林当买命钱怎么了 不过 他们也没想到 真的那么顺利 伊古拉掌握的幽魂正传 魂牵梦莹 恰好能跟 梦寐以求 前半数式形成配合 提高对灵魂压榨率 同时 还降低对灵魂伤害 没多花什么功夫 就创造出一个 安全版本的梦寐以求 前五次 要么是施法失败 要么是 无法获得指定树林 但很快就走上正途 再通过数次迭代 改进 现在的新梦寐以求 已经是可持续发展的 韭菜收割奇迹 以至于索尼亚他们 都开始 蠢蠢欲动起来 要不要趁机会 给自己到一个四亿树林 像这种超虚竞价的机会 可能就这一次了 反正梦炎给了他们 五十个名额 你们过来 威瑟忽然招呼 他们过来 说道 这个禁止神灵的造神仪鬼 居然这么简单 面对打劫 墨丘利毫无犹豫 就给出了造神仪鬼 虽然造神仪鬼 比树林重要得多 但既然知道自己 没法得到总传 也没有其他途径 获取概念 那么造神仪鬼的价值 就直线下降了 伊古拉站在一旁 没有过去 迪亚看了他一眼 念叨 将安静概念纳入体内 然后灵魂里 携带四亿失所 四亿断流 四亿灰石树林 进入境遇 坚持一个白牛周期 即可创造禁止神灵 简单是简单 索尼亚说道 但先不提安静概念 谁能在境遇里 坚持一个白牛周期 还是说 以前有在境遇里 行动的奇迹 灵魂神格流的最后一步 是承受虚禁的诅咒 威瑟摇摇头 就算有奇迹 恐怕也不能用 刘尼亚怂怂间 如果最后一步 都是这种术师 无法承受的虚禁诅咒 还能流传到今天 才怪力 然而威瑟 却是若有所思地 看着索尼亚 看得后者眨眨眼睛 怎么了 你们有想要的树林吗 威瑟忽然说道 难得有这种机会 不好好利用 就浪费了 我们盗取几个 我们需要的树林吧 伊古拉缓缓睁开眼睛 此时黑袍阵 外面人未天亮 它还处于万花镜的影响下 灵魂里 它的树林不仅没缺手 而且还多了几个灵魂树林 用梦寐以求盗取的树林 自然都落入他们三人手里 但从圣域树师们 骗树林是伊古拉的计划 再加上他帮忙改进奇迹树士 于是他们便让伊古拉 从骗来的树林 挑几个作为报酬 伊古拉离开自己房间 扭了扭压修的房门没打开 便抽出备用钥匙直接进去 只见红发少女 安静地躺在床上 表情甜淡 嘴唇威灵 仿佛再复一场美梦 伊古拉走到床边 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轻声说道 还真是一模一样 好看吗 黑压失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他仿佛是忽然出现在那里 他总是这样无声无息 让坏人看见他都会冷汗直冒 后背发凉 但这之中 不包括伊古拉 你这话听起来 怎么有点炫耀的感觉 伊古拉说道 还是说你看过很多次了 他值得炫耀 伊古拉被这个冤肿弄得脑壳痛 摇摇头 转身离开房间 经过黑压的时候说道 既然你想看 那你这两天看紧他 寸步不离 黑压沉默片刻 凛然问道 危险来自哪里 伊古拉瞥了他一眼 危险来自他自己 来自你无法触及的虚境 等伊古拉离开 黑压走到亚修床边坐下 安静地看着地板 像是一只垂头丧气的乌鸦 金色殿堂里 闭目养神的亚修站起来 用眼神迎接归来的队友们 清单上的树灵都集齐了 索尼亚大声对梦眼说道 我们因为施法错误得到的非清单树灵 应该算是我们自己的吧 只要你们不拿走噩梦传承里的树灵 我不理会 梦眼说道 他手一抬 树灵们就飞向金色殿堂两旁的金壁 只见金壁里一阵光芒闪烁 似乎是一种检测奇迹 数秒后 梦眼说道 所有素材已经准备就绪 造神 开始 第668章 便回去 咚 金色殿堂里 随着眼前一阵光芒爆开 亚修宛如身体被重锤暴击 浑身颤抖 哪怕灵魂体不会流血 他也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耳边仿佛有五百只拉拉肥在叫 视野里满是虫影 六个四亿树灵落到地上 肉眼可见的唯米疲惫 甚至连飞起来的余力都没有 刚才的巨灵失败 不仅对亚修造成重创 也让树灵不堪重负 殿堂里 除了微色状态好点 其他人都像是没睡醒一样 表情昏昏沉沉 宛如玩偶 哪怕看上去美丽依旧 却透露出一股凋零的气息 他们已经连续工作 十二小时了 刚上手造神 他们便明白 为什么只有真理术师 才有可能完成虚拟神格 虚拟神格的制造方式 说简单算简单 说难也极难 因为它只有一个步骤 巨灵 以前提到过 虽然有斩剑这类单一派系树灵 但更多是类似于波动剑的 复合派系树灵 既归属于剑术 但也含有光束 风束等不同派系因子 只是占比分量不同 所谓巨灵 就是从不同树林里 抽离出同一派系的因子 然后拼合成虚拟神格的碎片 梦魇 给他们施展同床一梦 并非单纯 是为了胁迫他们 因为同床一梦 充满噩梦污染 提高了他们对噩梦敏感度 所以他们能清晰分辨出 不同树林里的噩梦力量 打个比方 他们就像是进了 噩梦公司的毕业生 然后跳槽时 看见团队年轻有活力 提供下午茶临时健身房 工作节奏快 工资面一等关键词 就知道这间公司有多噩梦 亚修他们需要同时操控多个树林 逐个分离出里面的噩梦因子 然后揉合成碎片 塞到梦魇维持的虚拟神格里 听上去 好像只是一个慢工活 但问题是 一块碎片 往往是有几个 十几个 乃至几十个碎片构成 分离 本就极好心神 而且 如果分得不够 纯粹含有杂质因子 就会引发巨灵爆炸 但如果分离的因子太少 无法形成足够规模的碎片 也要 重新来过 本质上来说 聚灵就相当于多个树林组成的奇迹 聚灵失败 就等于奇迹反噬 受到重创 也不足为奇 聚灵的核心需求能力 自然是运算处理能力 真理术师不仅擅长这点 而且真理术师对树林因子的敏感度 比其他树师高得多 像亚修他们 就因为分离不纯 引发了数十次聚灵爆炸 而威瑟只引发过两次 要知道 亚修他们也只能处理十个以下的碎片 而威瑟一直都处理十个以上的大型碎片 而且工作效率是他们的四倍以上 可见真理术师在这方面的得天独厚 虽然极为艰辛 但这份宝贵经验 也让他们初步理解 虚拟神格流的奇妙之处 简单来说 就是堆积木 树林是积木模块 因子是积木颜色 将它们拼在一起组装神格 再放入概念 就能点睛化神 造出一个跟积木一模一样的神灵 原理并不复杂 但怎么设计积木图 需要什么树林 恐怕只有踏入神之领域的 术师才有头绪 但相比起灵魂神格流 虚拟神格流确实优异 第一 可以一个人完成 第二 对素材没有严格要求 所有树林都可以平替 第三 避开虚境诅咒 从禁止神灵遗鬼 最后一步 需要在境遇度过一个周期 就看得出来 灵魂神格流遭遇的虚境诅咒 都是普通术师 无法度过的自然灾害 甚至想度过都没机会 境遇可是时间 大陆专属 先不提半神返回下层虚境 难度有多大 从噩梦天使的遭遇 就知道 你想在虚境造神 最大的阻碍 是其他属实 值得一提的是 亚修不知不觉间 发现入门真理派系了 显然是巨灵 这份工作会积累真理经验 然后其他人共享一部分 给他 再加上微色 也一直在跟他共享经验 现在达到白银级 也算是水到渠成 但也已经是极限了 亚修跟干员们对视一眼 说道 梦魇 我们必须得休息了 就算是恢复灵魂能量 也没法坚持 索尼亚 迪亚 威瑟 都停下手 静静看着梦魇 梦魇 自然是一直帮他们 恢复灵魂能量 不然他们早就能量耗尽 被虚境踢出去了 但恢复灵魂能量 不是万能 他们连续12小时 高强度枯燥工作 中间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足以让他们 产生强烈的心理不适 他们的灵魂仍然强壮 但眼里的光 一点点暗下去 然而 面对如此合理的要求 梦魇却坚决摇头 不行 我维持虚拟神格 需要消耗元金 中间无法停止 你们休息 会造成巨大浪费 当然 本体已经为你们准备好 恢复精神的奇迹 但我需要回现实一趟 迪亚 说道 我交代一下就会回来 不 许 忽然 就像是全身插满针 然后在地上乱滚 强烈的刺痛 贯穿他们的灵魂 让他们痛得弯下 腰大口喘气 几乎差点失去意识 不许离开这里 不许回到现实 梦魇一字一顿说道 在造神结束之前 谁都不许离开 亚修看了一眼干员 凝视着梦魇说道 但我们有同床一梦的诅咒 我留下来当人质 就算他们不回来 你也能 但你们有可能会向外面泄密 导致造神功亏一篑 梦魇说道 本体犯过的错误 绝对不能再犯 至于你们注意力不集中 等问题 我立刻为你们解决 只见梦魇指着迪亚 然后迪亚身上泛起沸腾的水波 一股股气流 沿着同床一梦的连接 流入其他三人 亚修非常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脑海里念头爆炸 精神亢奋 仿佛整个世界都清晰起来 但代价就是 魔女整个人几乎跪在地上 双肩痛得颤抖不已 停 亚修站起来挡在梦魇与魔女之间 吼道 你在干什么 同床一梦的变化术是 梦魇说道 这招既可以连接敌人 也可以连接友军 甚至可以连接敌人与己方 连接友方时 可以消耗一人的灵魂 为全体友方添加强力增益 本质上 这是消耗目标的灵魂上限 添加其他人的灵魂上限 所以 目标的灵魂暂时无法恢复正常 不过 消耗一人补充全体 是划算的 索尼亚过去抱住魔女 低下头收敛自己愤怒的眼神 冷声说道 那我们继续工作行了吧 不行 梦魇说道 就算你们不说 等真理术师也进入懈怠期 我也会发动这个奇迹 为他增益灵魂 你们的作用 本就是为了能让真理术师坚持到最后 停下 亚修说道 换我来 迪牙咬牙颤声道 观者 我 我没 你确定 梦魇说道 我确认 他是你们之间灵魂上限最高的人 才优先选择他 魔女是灵魂上限最高的人 不奇怪 他有多个人隔日夜锤炼 出入圣域 就是25人魂 现在更是到了40人魂 确定 亚修 火速消耗30点数 购买一组元金 然后装备窃魂手册 发动效果燃魂图 随着爆开的轰然狂风 他瞬间 从30人魂 暴涨到300人魂 灵魂上限暴涨 令他的灵魂体 都变得更加凝实清晰 毛发也更加清楚 梦魇没有任何压抑 只是点点头 然后指向亚修 哄 庞大的压力 瞬间压弯亚修的腰 宛如被无数小到凌迟的痛苦 浸满他的灵魂 也就是灵魂体不能流汗 不然他肯定汗如雨下 他捂住嘴 想忍耐 挺直腰想抗衡 但一切只会让痛楚更加清晰 很快 他的意识开始溃散 脑海开始空白 取而代之的 是冷血入骨的平静 以及无数碰撞思考的念头 同床一梦的正确使用方式 恐怕是连接敌人和自己 然后对自己发动一梦 连带着 让敌人也被噩梦诅咒 但显然噩梦天使 是可以免疫噩梦的 噩梦 天使之所以会失败 是因为被出卖了 所以他给梦魇留下的程序里 才会着重强调 不许离开虚静 之前 梦魇从未攻击 恐怕是离开这种关键词 触发了他的 内置程序 所以肯定还有其他危险 甚至致命的关键词 威瑟看着亚修的侧脸 从痛苦难耐 逐渐变得平静 双肩不再颤抖 嘴角浅浅上翘 眼眸里的光 也变得 幽碎难知 立刻认出 这就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观者亚修 比他更冷显 更冷静 更完美的存在 威瑟没有想到 他几乎彻底放弃的希望 居然会再一次出现在 他眼前 几乎是下意识的 他忍不住想到 如果亚修真的变了 会怎么样 在虚静 有一个完美的观者 亚修带队 收益 绝对是以前的双倍 乃至十倍 没有人比威瑟更清楚 完美的亚修有多强大 他正常时 根本没将潜力挖掘出来 在现实 如果亚修变了 那他也无需考虑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只要坦白告知 他就能成为自己的盟友 而且 虽然他不会喜欢她 但他也不会喜欢 剑姬和魔女 只要能把她绑在身边 只要 威瑟浅快地呼吸起来 但玄机坚定 眼神闽睛嘴唇 站起来走向亚修 明明现在的亚修 比刚才更不怕痛 更加强大 但威瑟却憋得心酸 再多的理由 也压抑不住 那个一点都不理性的念头 不许变 给我变 回去 于是他冲过去 想伸手 观者 索尼亚 将亚修抱在怀里 在他耳边轻柔地呢喃 轻逆地蹭蹭他的脸庞 迪雅也从刚才的疼痛恢复 只能牵着亚修的手 急得 不知道该怎么帮忙 慢了一步的威瑟 停在外面 看着亚修的表情 渐渐恢复生气 甚至还有一丝 痛病快乐 终于恍然大悟 对啊 亚修在血月 福音的经历 也不比森罗来得安全 甚至更加残酷 血腥 亚修在森罗 变得理由可太多了 要是会变 早该变了 但就像他拉扯住 堕落的剑机 保护好疯狂的魔女 剑机和魔女 也一样将他 从深渊旁边拉回来 他们是互相救赎的 成型关系 已经没有其他人 可以插入的余地了 他居然觉得 自己能从他们身边 夺走亚修 忽然 威瑟看见剑机 朝自己招手 等他走过去 剑机便牵紧他的手 仿佛想通过这样 来体现他们的一心同体 你这只手 刚才摸着亚修的脸 就在威瑟 微微走神的时候 他发现 剑机在他手掌上写字 是一个 微字 威瑟看向亚修 亚修疼痛难耐地 枕着剑机的胸脯 朝他递了个眼神 噩梦传承 有绝大危险 虽然亚修脱离了 久违的观者状态 但观者状态下的思绪 可没散去 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噩梦天使 是一位邪术师啊 你看看其他两位邪术师 光阴之王和幽魂先知 前者 虽然开放永恒之城 也没有禁止树林树里 但 新增了一个规则 术师在永恒之城内部 无法销毁树林 且无法脱离虚简 简单来说 就算术师得到光阴传承 也得原路离开永恒之城 才能返回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 他死了 就是百分百暴率 他想销毁自己树林不便宜 敌人都做不到 可想而知 永恒之城里的互相厮杀 有多严重 而且永恒之城 难度本身也不低 这一个月来 保守估计 至少有近万二亿术师 死在永恒之城 而这也是光阴之王想要的 他又不是现实种族 而是仇恨术师的古精灵 虽然不知道他 为什么他会留下传承 但心里绝对希望 现实术师死伤惨重 至于幽魂先知 就更露骨 假意 给出幽魂蜜月 这种脱离道具 一旦术师开始胆大闯关 就会遭遇魂前梦营 反魂还童这种致死关 连脱离都脱离不了 幽魂先知知道 圣玉术师都是仁精 为了勾引他们冒险深入 才会在前面设计甜头 为的就是 让后背术师惨死 这是非常正常的脑回路 他们本来就是损人利己的邪术师 若不是大限将至 又没有传人 他们怎么可能留下传承 但就算这样 他们也不可能 让后背好过 甚至对于能获得 自己传承的传人 他们大概率 也会设置凶险机关 理由 只需要三个字 凭什么 凭什么我就得死 而你能获得我的仪式 遗产 是 我是不得不留下 但不让你受尽折磨 怎么能泄尽我的怨气 相比之下 噩梦传承 就显得惊人的宽松 没有任何考验 他们来到就是赚到 还赠送神灵与天国 轻生也不够如此 虽然梦寐以求 有些残暴 但那毕竟是对外人 对噩梦天使 不要要求太多 就当亚修 也以为噩梦天使 是不是临死前 良心发现 刚才 梦念的行为 彻底击碎他的奢望 设置折磨关键词 消耗他们的灵魂 来保证真理术师的续航 这些行为 都证明噩梦天使 在死前仍然坏的流萌 看不得后辈 术师好 动辄折磨杀虐他们 若是噩梦天使是好人 哪怕迪亚说错话 警告一下就是了 何必直接上折磨 若是噩梦天使 是保留邪术师性子的 慈爱长辈 那也可以从幽魂传承 抓个人 给他们当灵魂加油器 怎么可能直接 只是将他们视为 真理术师与消耗道具 画的饼连闻都闻不到 既然噩梦天使是坏人 却又这么慷慨 将传承送给他们 只能证明一点 这个传承 哪有蛊惑 至少 他们绝对不是 噩梦传承的真正受益者 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 噩梦天使的慷慨与残暴 对于工具人 当然要慷慨地 将工具送给他们 残暴地督促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 老老实实造神 轻则白忙一趟 众则被孟眼斩草除根 但亚修不能明说出来 噩梦天使多半设置了相关关键词 一旦触犯孟眼 绝对会毁了他们 威瑟沉硬片刻 看了一眼亚修搭在 剑机大腿上的手 但最终 还是在剑机掌心 写了几个字 索尼亚有些困惑 不过还是传达给亚修 亚修微微皱眉 但旋即舒缓开来 朝威瑟伸出手 两人握紧 索尼亚坐在中间 也将手搭在上面 索尼亚看向怀里的亚修 红宝石的眼眸里传出疑问 小朋友 你怎么回事 你五分钟前就不痛了 亚修却臭不要脸地抱住他 还贴着他脖子 深深吸了口气 这还是第一次 在大家前面做这么亲密的举动 深找找剑圣 有些难为情地红了脸 但还是伸手抱回去 不过当看见亚修 也过去抱了一下魔女 村姑脸上的笑容迅速淡去 然而就在这时候 金色殿堂忽然摇晃了一下 众人抬头看向天花板 脸色巨变 梦魇 没有表情可言 只是再次催促道 开始工作 外面 休息完的 伊古拉再次回到摇比空域 他看着群聚在金色泡影周围的密集黑点 表情严峻 只能拖延到现在嘛 第669章 强攻幽魂传承 杰拉德队长 终于碰见你了 白发猎人转头 看见一位身穿黑色修女服 但高插开到大腿跟 上衣穿得紧绷密实 偏偏露出下半雪白苏胸 脸蛋清纯圣洁的血谋修女 但杰拉德可不敢小看这个女人 微微合手礼貌说道 日安 塞磊副所长 是塞磊泄气副所长 他伸手捏了捏杰拉德鼻子 认真说道 要强调是血姐 我就只有这个值得自豪了 对于称谓的喜好 血月几乎跟其他国度都不一样 其他国度的术师 到了圣域传奇 基本都有专属称号 或许是民间 传闻 或许是官方认证 但至少是能体现个人特色的别称 唯有血月 因为血月极主要求血圣月影大影 隐于是 而牛逼轰轰的称号 显然是违背这个原则 同时 血月二族的强者 基本有各种职务 譬如猎人队长 医院主任 研究所所长 教会主机等等 所以 大家便称呼职务来代替名字 逐渐就形成了风俗 光从职务 就看得出 这个假装成修女的女人 多大的能量 血气是血月四大研究所之一 擅长方向 是机械直装和生物直装 全国80%人类改造 都要使用他们的专利 血气研究所的生产总值 甚至比 凯蒙氏生产还要高 虽然同时血胜三亿 但杰拉德这个打打杀杀的猎人队长 地位 显然是远远比不上塞磊 我学妹受你照顾了 塞磊双手放在胸前 我当初 只是拜托老同学一下 没想到 你居然经常去医院照看她 杰拉德有些尴尬 这个 你应该是去照顾我学妹的吧 而不是去看那个名为 瑟琳娜的残疾女孩吧 塞磊点着嘴唇说道 不然好奇怪呢 你是血狂猎人队长 而那个残疾女孩 却是来自需要消灭的异国之人 我这两天还在考虑 要不要帮学妹解决这个麻烦 杰拉德表情收敛 静静望着她 塞磊忽然笑得花枝乱颤 用力拍了拍杰拉德胸膛 别那么凶嘛 老同学你吓到我了 你和学妹这么喜欢那个残疾女孩 我怎么会弄坏 你们的玩具呢 我可是信奉致人之善的血液己主 致爱教会认证过的正经牧师呢 那么 麻烦你继续照顾我学妹了 你还真是关心她 那当然 那可是 我最亲爱的小学妹塞磊 转了一圈 双手捧着自己脸蛋 双甲流露出高潮般的飞红鱼韵 那烟红的薄唇 鸡蛋白一样的脸蛋 果冻一样的眼球 滑腻 柔软的舌头 忽然 两人都感觉到 体内一阵血液沸腾 灵魂体自然是没有血 但它们有通过血庸仪式凝聚的术法之血 当它们进入虚境 就会浸染它们的灵魂 模拟出血液的效果 顺着血液的指引 它们看见 上方有一团闪烁血光 等它们飞过去的时候 那里 已经聚集了数十名圣域 里面 既有阴翼诡诀的血圣族 也有可爱元气的月影王 并且人数还在增加 月影族本就擅长制造气氛 再加上不少血圣族也健谈 于是空中 便叽叽喳喳喳吵个不停 在摇比空域 这也算是难得一见的奇景了 半小时后 一个声音 轻轻在它们灵魂里响起 沸腾 它们血液 刺激它们尾巴 安静 血液圣域们望过去 只见一位勾楼后背 穿着白衣服 牛仔裤 仿佛刚从卧室走出来的 颓丧黑发青年 缓缓走到血光之中 若是仔细看 就会发现 它只有一只眼睛是血眸 另外一只却是黑眸 只见它 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是血罪副所长 败玉谷赢多 血液极主 让我来负责 这次行动 务必三天之内 打穿梦中天国 全是它 败玉原来长这样 哇 我可以过去要个签名吗 众人听完颓丧青年的自我介绍 纷纷惊叹不已 四大研究所里 血罪研究所最为神秘 因为他们研究的是 杀戮 瘟疫 诅咒与死亡 血罪研究所 收人也是极其严谨 大家只知道 他们所长与副所长 叫什么名字 其余一点情报都不知道 这时候 败玉望望远方 挠挠头 看来想迅速解决问题的 不止极主啊 麻烦了 杰拉德顺着他视线望过去 只能看见天际一团黑点 是乐园的骤精灵术师 不知道塞磊 用了什么奇迹观察远方 说道 乐主可真是贪心呢 明明骤精灵是古精灵的后裔 光阴传承 几乎是白送给他们乐园了 现在还来抢幽魂传承 你的消息 不是很灵通 杰拉德平静说道 据说现在最有可能夺得 光阴传承的三位女术师 不过组合构成很奇怪 一位血圣族 一位魅瓦 一位人类 也就是说 光阴传承要落到我们血月手里了 太棒了 塞磊轻轻拍手 震得白兔乱颤 不过 魅瓦 血圣 我记得学妹 受了一位魅瓦学生呢 杰拉德想了想 但那个魅瓦大学生 是四个月前才成为术师 现在怎么可能在时间 大陆 塞磊想想也点头 也是呢 西弗林也是两个多月前 才成为二艺术师 现在黄金之意都还没凝聚吧 拜玉说道 乐园的骤精灵 地园的寄生术师 都在集合 至少有三方势力 想争夺幽魂传承 还没提外面的游兵散勇 等下就依赖各位的汉勇了 月影牧师们 齐声送唱 血月已至 我等终将在应许之地团聚 那么 拜玉将两根拇指 放进嘴里一咬 居然咬出紫红色的鲜血 他拇指在空中轮转 三秒 就画出一个复杂的原规图案 然后双手往外一画 图案迅速扩大 覆盖所有血月圣域 不要抗拒 勾选 我已赞同上述协议 拜玉有气无力的声音 此刻却透露出一股神圣感 死亡之时 已到 双子修整万物 滴血之时 已到 侍女激活万象 枯朽之时 已到 牧师唤醒万灵 奇迹血月同盟 无形连接 将血月圣域连接起来 拜玉带着圣域们 飞向那根插在金色 巨大泡影的血色闪电 朝他伸出手 血色闪电 居然缩小落到他手上 许多术师都以为 血色闪电是神主的手笔 其实不算是 哪怕是神主 也很难将力量 施加到摇比空域 凡人永远无法想象 虚境的天倩 到底有多坚实 不过这种规模的神技 只要使用神主赐下的小道具 再配合数十名 圣域术师 就能做到 前提是 他们的力量 能完全统合 呵 拜玉挺直腰背 身形 忽然变得高大许多 只见他大喝一声 捅玉所有血月圣域的 彩虹术力 灌注入血色闪电之中 血术在级别高了之后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 隐藏特性 血迹诅咒 无论是什么东西 只要被血术持续伤害 血迹覆盖加厚 就能不断降低 他对血术的抵抗力 血月术师们 之所以让这道闪电 插在金色泡影许久 就是为了在上面 留下足够多的血迹 本来血迹积累 还没到极限 但幽魂传承内部 似乎出了状况 机主 亲自下令 也只能提前发动了 只见一道血光 几乎闪耀整个摇笔空域 所有观察的术师 都感觉自己眼球 快要烧起来 然后便是一声 天雷地火的轰隆声 啪 血色闪电 再次插入金色泡影 跟之前好像没多少区别 等拜玉将血色闪电 收回来的时候 本应立刻恢复的金色泡影 现在却露出一个歪歪斜斜 若末手指 大小的小口 但就是这个小口 足以成为 梦中天国崩坏的根源 恢复树立 拜玉说道 准备强攻 只能拖延到现在了吗 一鼓拉看着金色泡影 接连响起各种惊天声响 面沉如水 他在幽魂传承 建议亚修的朋友 欺诈圣域术师 并非单纯 是为了骗树林 更重要的目的是 拖延时间 圣域术师在哪个国度 都是重要人物 一旦死亡 必然会被详细调查 更别提现在是传承时期 圣域术师的死亡 往往跟幽魂传承有关 不被调查才怪力 其他国度不知道 但一鼓拉知道 血月国度是由死亡重现奇迹 其他国度应该也有 也就是说 一旦用梦寐以求 将圣域术师宰了 他们很快就会暴露 幽魂传承受人控制 不杀 圣域术师 只将他们灵魂消耗剩下一点点 就能让他们躺在床上 无法动弹半个月 而且这种重创很正常 只要他们不说 幽魂传承的秘密 就可以继续隐藏下去 就算他们说了 也会以为是某个神主霸占传承 那这个神主 是不是我们国度的呢 这一来二网查询 又要花费不少时间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等亚休 回来 神主们都没发现幽魂传承失窃 但一鼓拉低估了神主 对幽魂传承的重视程度 要知道那些圣域术师 也是等几个小时 才会被踢回现实 也就是说 大概只花六小时左右 各国神主就知道 幽魂传承 已经被人截足先登 并且调集圣域战力 前来争夺 那么 我该 就在一鼓拉思虑间 忽然听见远远的招呼声 伯金先生 这边这边 一鼓拉转过头 看见一只火焰兽人 在飞过来 齐卡拉 我们还在想 怎么找你呢 没想到转眼就看见你 这说明 我们就该干上这一票 一鼓拉扬了扬眉吗 你们 我和哈维先生 齐卡拉说道 以及我刚刚认识的一群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什么好朋友 想找机会 冲进梦中天国 抢一波的好朋友 齐卡拉憨厚的脸上 满是狡黠 他们冲进去吃肉 我们跟在后面 剪剪破烂也没问题吧 当然 如果运气好 换成我们吃肉 也不是不可能 怎么样 伯金先生 我听说 你以前也是 打家结社的同道中人 有兴趣吗 别将我帮人实现 愿望的高尚事业 跟你那种 没有技术含量的 打家结社 相提并论 依古拉沉吟道 不过 你和哈维都在的话 思索片刻 欺诈是脸上 慢慢露出甜美的笑容 我很有兴趣 事先说好 这次 我在幽魂传承 抢到的东西 你可不许命令 我上交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 你那点东西 只是我怕你得意忘形 所以才拿走 你几个树林 暂时带你保管 以后会还你的 兽人睁大眼睛 真的会还吗 真的 等我感觉你变稳重了 全部归还 第670章 心怀鬼胎 半小时后 摇笔空域出现 千年一域的奇景 本应分割在 无数炮营里 探索的圣域术师们 此时却齐聚一处 惶惶忽 两千术师 展开圣域 飘行于空 并且 随着时间推移 还有许多术师 舞动三翼 迅速赶来 一旦激起 千层浪 血月术师 打破梦中天国的消息 简直如同瘟疫般爆发 以秒速 蔓延六大国度 无论你是福音国度里的 市长要员 森罗国度的教派高层 繁星国度的贵族教授 还是默默无闻的引修 除非是之前受到重创 又或者收不到消息 否则此刻 都无一例外 赶赴这场史无前例的 纷争盛宴 每一个赶过来的术师 看着金色泡影外 那数以千计的圣域集群 几乎都难以压抑 自己心里激荡的情绪 明明什么都没抢到 但光是这个场面 就足以让他们毕生难忘 这应该是他们一辈子里 唯一一次见到最多 圣域的时候了 在这一刻 他们才终于明白 虚敬是所有术师的归乡 这句话 到底有多沉重的分量 血月 繁星 森罗 乐园 地缘 福音 血月圣域 在虚敬引起的巨大动静 让全世界圣域 在半小时内就闻风赶来 六国术师齐聚 哪怕是圣域术师 一生也难以离开自家国度 对于他们来说 其他国度的术师 就像是遥远的童话 小说里的故事 屏幕后面的虚拟人物 是知道但无法接触的存在 在知识之海 白雾笼罩 一亿术师游行万里 没遇到其他术师 简直再正常 不过 在时间大陆 金玉遮掩 危机四伏 二亿术师就算能遇到其他术师 但除非认识 基本都会迅速远离宝平安 再摇笔空域 就更别提 术师们被分割在一个个泡营里 而泡营数量何止万千 这相遇概率比时间大陆还低 但是 从圣域开始 如果术师们相遇了 确实更趋近于交流氛围 很少会一见面就打起来 因为打又打不死 圣域就是安全感 安全感就是平等交流的前提 你换成多个二亿术师 在时间大陆碰面 他们肯定第一时间准备 防御奇迹 没有防御奇迹 就躲起来 不打起来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交流 或许会有人奇怪 至于术师都会提防别人 就不可能双方都是好人吗 确实大多数术师现实里 都是遵守规则的普通人 但当他们进入虚境 那就很难说了 虚境有两大特性 随时登陆退出 难以从虚境追踪现实 简单来说 你在虚境砍人 就算没砍死他 别人也没法拿你怎么样 毕竟你们可能一生 就只遇见这一次 一个匿名 无规则 不影响现实的区域 要是出现在线上帷幕 那就是一个 毫无疑问的巨魔粪坑 而从古至今 虚境一直都是这样 哪怕你现实里 是连拉拉肥都没宰过 看见陌生人死亡 都会哀到的普通人 人生恶念 想杀了他试试看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反正也没人管你 而且 就算你没这个想法 你怎么保证 对方没这种念头 更别提 还有许多因素影响 譬如你是福音精灵术师 而对方恰好是受到 社会迫害的 血液哥布林术师 你一辈子没歧视过哥布林 却因为血液社会体系 而被哥布林追杀 另外 杀戮术师其实是有收益的 正常来说 术师就算被杀 也只是会丢魂 不至于彻底死亡 而他丢的魂里 大概率会留有树林 这就是战利品 虚敬一二层 就是一个大家能互相猎杀 且没有任何惩罚的 黑暗森林 但到了三层 圣域的出现 让一切都改变了 无法迅速击破的绝对屏障 让信任萌芽 让恶意消散 游兵散勇敢聚集起来 商量组队 甚至隐隐敌视 代表神主而来的术师部队 就是因为 有圣域给的勇气 无论发生什么事 他们都相信 圣域能挡住一二 然后他们 就有机会逃离反击 退路 是冒险最雄厚的本钱 于是乎 便出现 两千圣域术师 虎视眈眈眈的盛大场景 目前摇笔空域 总计可以分为四个集群 血月圣域 恶元 圣域 地渊圣域 以及其他所有圣域 前三者 都是百人左右 而最后的其他 却是有两千人 不过 这其他两千圣域 别说统一带队 甚至没有十人以上的团队 不少是 三三五五的小队伍 更多是独自行动的孤狼 别说战斗 如果遇到有价值的宝物 他们自己 就能先打起来 只是聚在一起 看似声势好大把了 他们就像一群 遮天蔽日的秃鹫 在等待狮子们 留下的残羹圣饭 但如果狮子受伤了 他们也不介意 让神主丢脸 因此 败玉根本没有在意 这些乌合之众 他盯着远处的骤精灵 以及寄生术师 挠了挠自己宛如鸟巢的头发 右手捏紧红色闪电 极主 可没跟我说过 还有对抗环节 这时候 骤精灵走出一名女术师 骤精灵跟普通精灵一样 拥有尖尖的长耳朵 除了肤色较为苍白 骤精灵与普通精灵 最大的不同 在于 蛇发 像这位衣着雍容华贵的 女骤精灵 就有仿佛 具有独立意志的 九根青铜蛇发 微微吐蛇 跟本体一起注视着败玉 啄咒 她声音不大 但半径一公里内 所有人都能清晰听见她 软糯缓慢的声音 寄生术师 那边也走出一位 戴着面罩的青年 全身都笼罩在衣服里 恶罩 血罪 败玉 随便给自己取了个代号 几主给我们的指令 是夺取幽魂传承 和梦中天国 不知 两位能否通融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少加点斑 卓咒 缓缓说道 我们 一样 连奖品都没看见 现在打起来 是不是太早了 好歹先将梦中天国 包成小可爱呢 恶罩看向远处虎视眈眈的乌合之众 而且还有那么多排队的 我们如果打起来 说不定他们会找机会 攻击代表神主的我们 相信 我 没有人能抵抗亵渎 神圣践踏高贵的诱惑 败玉 也不愿意多引波折 那就先进天国 然后各凭本事 清 长 卓咒问道 哇 好凶残的精灵 我喜欢 呃 赵条笑着 表达出寄生术师们的同意 然而败玉断然拒绝 血月不参与 无差别杀戮 这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场合 想要清长 就必须三方同时行动 否则 两方跟外围术师战斗的时候 血月圣域忽然从后面加攻他们 那他们可以彻底退出幽魂竞争了 现在既然血月一票否决 恶罩和卓咒也不再坚持 败玉收起红色闪电 静静望着他们 想要参与这场盛宴 先请出示自己的资格 区区百名圣域 可够不到门槛 而且 如果恶罩和卓咒 没有神迹在手 那败玉可没必要跟他们分享 毕竟他手上的红色闪电 还能再用一次 对任何一方而言 都是无法承受的沉重打击 卓咒举起手 一把赤裂的橙色巨弓 出现在他手上 再冲述大爆发的年代 弓箭对大多数数师而言 都相当陌生 与此同时 咒精灵们的蛇发都吐蛇私叫 蛇眼冒出盈盈成光 凝望着最前方的卓咒 跟血月同盟类似 咒精灵统合圣域力量的方式 也是通过同族血脉共鸣 数秒后 橙色巨弓就迅速膨胀到百米长度 卓咒手上的巨剑 便大到堪比败玉的血色闪电 那强烈刺眼的光芒 光是注视 就能让视网膜燃烧 圣域术师不得不移开视线 神迹荣耀光是 巨剑破空的声音震动 在术师们的圣域上 溅起阵阵涟漪 哄 巨剑准确无误射到金色泡影 那一个手指小孔上 将其扩大成躯干大小 到我为可爱的梦中天国 做扩张手术了 恶罩漫不经心地 一指 金色泡影的孔洞 忽然被翡翠玉石填上 然后翠青色不断扩散 直至崩裂出一个 可攻两人进入的洞口 神迹无穷必 败玉和卓咒 都微微眯起眼睛 没有任何吟唱步骤 没有飞行距离 甚至不知道 有没有统合其他圣域的力量 恶罩 近乎是将这一招神迹顺发出来 唯一的缺点 但也不排除有群攻变化 这时候 败玉让一位月影圣域 去洞口试探 月影圣域 在洞口附近尝试了一下 朝着败玉比了一个V的手势 高兴说道 一亿树林没有先知 二亿树林增大50%树力消耗 三亿树林增大100%树力消耗 并且同一时间 最多驱使三个树林 梦中天国终究是破碎了 就算幽魂先知 修修补补补添加许多封印 一旦被打破 就没法维持对树林的压制 败玉一边回忆集主给的资料 一边带领血月圣域 率先闯入幽魂传承 骤精灵 寄生树狮紧随其后 等他们进去后 蠢蠢欲动的外围树狮里 立刻响起各种声音 梦中天国那么大 他们总不可能搜刮干净 露下来的边角料 也够我们吃了吧 如果幽魂先知 还布置其他陷阱 他们肯定也帮我们踏平了 他们是神主眷顾的树狮 就算没有幽魂传承 也能知道如何到达红宝石山 以及更上一层 但 我们如果错过幽魂传承 就永远无望 红宝石山之上 神主们都已经达到 至高无上的境界 为何还跟我们抢幽魂传承呢 半神传承 人人都有分享的权利 怎么可以让他们独吞 打破传承垄断 当第一个人冲入洞口 圣域术师们彻底沸腾起来 前赴后继涌入梦中天国 伯金先生 真厉害 齐卡拉看着回来的 依古拉 惊叹道 你居然真的将圣域术师们 都煽动起来了 有他们当炮灰 我们在后面专心 看谁捡到好东西 再打劫就行了 怎么可能 依古拉平静说道 虽然以声音 作为媒介的心灵奇迹 比其他奇迹 更容易传透圣域 但也不至于能对上千圣域生效 如果我没感觉错 刚才至少有数十位 心灵圣域在施展 奇迹 所以才能这么轻易 就激起其他人的贪婪与愤怒 跟我们打着同样念头的人 依古拉心情也忍不住激荡起来 他生来就是向往大舞台 大场面的欺诈师 而此刻六国圣域云集的摇比空域 这份诱惑 对他来说 简直就像是古战场之于哈维 不过依古拉很快 稳定心神 因为真正的挑战 现在才开始 哈维望望望四周 若有所思地说道 亚修距离登陆虚近 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 走吧 依古拉没有回答哈维的问题 直接说道 死灵术师看了欺诈师一眼 点了点头 依古拉 光线由亮转暗 梦中天国里 赫然是完全黑暗的巨大世界 但非常奇妙的是 术师们的视线却非常清晰 所有物体边缘都勾勒出白边 世界仿佛变成黑底白线的简笔画 在黑暗中 无数巨大的黑球 在高速无序移动 哄 一鼓拉进来 就看见一个圣域术师 因为撞到黑球 整个人被轰出白米远 现在圣域术师都在尽量贴近边缘 好躲避黑球的高速冲刺 然而血月圣域 骤精灵和寄生术师都在攻击同一个黑球 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奇迹 居然愣是让高速移动的黑球迟滞下来 然后不断用奇迹轰击 片刻后终于将其击破 当黑球溃散的瞬间 数十个树灵 惊艳光团迫不及待地从里面逃出来 他们定睛一看 发现黑球里面 赫然就是他们非常熟悉的试炼地下大厅 虽然神主术师们 立刻留住这些奖励 但还是有些树灵光团露出去 被外围术师抢到 黑球里面就藏着幽魂传承 打破黑球 就能将里面的奖励全部爆出来 圣域术师全都激动起来 他们通过一关试炼 才能拿到一份奖励 而且还很可能是临时树灵 而现在打破黑球 就能直接抢到奖励 而这里的黑球 有数百个 每个黑球藏着上百份奖励 而且里面 说不定就有幽魂外传 正传 乃至总传 相比起兴奋的外围术师 败玉 卓咒 照三人的脸色 却极其难看 他们观察其他黑球 终于发现幽魂 先知留下的陷阱 不愧是幽魂先知 败玉有气无力地苦笑道 这下我们麻烦可大了 幽魂先知绝对预料到 有人会强攻梦中天国 抢夺传承 所以败玉他们 一直很小心 但他们没想到 幽魂先知居然如此别出心裁 黑球被破坏后 里面的能量 会融入到其他黑球里 增大黑球的体积与速度 当他们黑球破坏的 足够多 剩下黑球的速度 就会被增幅到一个夸张的速度 哪怕他们有剩余 也会被撞得七运八速 难以抗衡 黑球恐怕是梦中天国的碎片 所以才能全自动运转重组 也就是说 他们不仅是抗衡幽魂先知 还是在抗衡虚近的力量 而且 这还只是第一层陷阱 幽魂先知 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等着他们 但他们没办法解决 也没办法回避 因为幽魂传承 就在黑球里面 除非他们能直接找到总传所在 否则就要一个一个黑球打过去 就算他们有预言奇迹 可以慢慢找 但旁边还有2000名贪婪圣域啊 这些人现在只想着 捞一波就跑 抢不到总传就抢不到 怎么可能为了让败玉他们 顺利抢到总传 就乖乖停手 不抢 神主大塞啊 这个完美利用贪婪与短视 所布置的黑球陷阱 足见幽魂先知 对人心的洞悉 但不是没有好消息 败玉他们发现 二亿树林 和三亿树林的额外树立 消耗降低了 黑球是梦中天国的碎片 击破黑球就等于继续重创梦中天国 越到后面 他们受到的压制也越少 败玉 卓咒 赵对誓言 纷纷点头 动手 三方 圣域 再次减缓一个黑球 进行猛攻 齐卡拉和哈维 看向伊古拉 伊古拉看着外围圣域们 正在以400人一组 截停强攻三四个黑球 虽然黑球还有很多 但圣域们输出也高 更别提神主书师们 还捏有强力神迹 梦中天国的陨落已成事实 欺诈师知道亚修等人就在黑球里面 所以他要做的 就是阻止圣域们攻击黑球 但这是逆着大势的愚蠢之举 现在圣域们都忙着抢幽魂传承 谁会愿意停下来 所以 他要制造另外一个大势潮流 一念至此 伊古拉示意哈维和 齐卡拉跟着自己 然后他们来到离神主书师们 不远的地方停留 等神主书师将黑球打破 他们立刻冲过去捡漏 然后迅速撤退 避免被神主书师追杀 要是换成乌合之众 现在由败玉 卓昼 赵三人 领导 他们三个 当然不愿为了这几个占便宜的苍蝇 节外生枝 但很快 他们就知道 不将苍蝇迅速拍死的后果 就是引来一大群苍蝇 注意到伊古拉三人的举动后 在外面等着简陋的圣域越来越多 他们看着神主书师攻击黑球 就像是时刻等着厨师上彩 学生等着班主任发作业似的 等黑球破碎 他们立刻冲过去狂捡白嫖 然后迅速后退等下一份 这实在是太嚣张 败玉 他们忍不冷了 便让团队分散开包围黑球 打算将所有奖励都包揽下来 不让外围术师占到便宜 但分散开 就意味着术师密度降低 并且更容易被黑球干扰 当一名骤精灵准备躲避黑球的时候 忽然耳边一阵刺耳爆鸣 强烈的精神刺痛 让他愣在原地 旋即被黑球撞飞百女外 谁 他坚声咆哮 头上的蛇发随之吐蛇 更像外围术师们 是谁 刚才用心灵奇迹攻击我 外围术师自然没人应答 而败玉 卓昼 照对视眼 默默将队员们聚拢起来 只是这样一来 他们打爆黑球时 奖励就不得不露出去了 虽然似乎什么都没变 神主术师在打黑球 外围术师等着简陋 但一阵风雨欲来的压抑气氛 逐渐蔓延整个梦中天国 齐卡拉和哈维 看向伊古拉 伊古拉缓缓摇头 那个攻击咒精灵的心灵奇迹 跟他没关系